我想今天很高興我們邀請這個行政政務委員唐鳳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開放政府 那他人就在這裡 他就長得這樣子 OK 其實他在沒有當政務委員之前 也經常來我們學院這邊做一些分享 那其實他對開放政府這一邊有很多 他在這POMO也是讓你來教導我們政府部門 在什麼樣的議題可以怎樣用什麼樣的工序 所以我相信他應該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盡量有Q&A的方式 我想他應該隨時都可以這個handle 那我只是簡單開一個場 因為各位知道我在學校裡面是叫公共行政 那我們叫民主行政 因為在民主行政裡面一直很強調 開放政府不是只有選舉 如果行政的過程不夠開放不夠民主 事實上民主政治是假的 因為行政權決定所有的決策 那個行政立法過程裡面 在立法部門做制定法律過程 那是一個story 可是絕大部分法律是依賴的 行政體系制定各式各樣的決定去carry out 所以我想在西方的國家裡面 為什麼特別強調open government是在行政體系 這是我自己在學校的一間跟西方有關 台灣當然我們在民主社會慢慢在演進 我們需要學習這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 從本來我們不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 行政體系可能比較不選手這樣一個文化 慢慢我們外部的社會開始期待說 我們真的要變成這些更民主的國家裡面 行政體系一定首當其衝 這個不光是中央政府啦 從地方政府一定會啦 地方政府最後也會盪到像政治工作啦 我想這是台灣一條絕對不歸的路啦 剛剛我跟唐志偉這個開玩笑 他說他看起來大概還20年我說我比較樂觀一點 沒比10年以內大概這個在台灣就很大很大一個議題 所以簡請想過去我們在學行政程序法的時候 都把那個行政程序法最弱的那一環給拿掉 行政程序法法律系學老師不叫行政程序法那一段 我說行政程序法裡面有很大量的 就是他在談Open government的決策過程一關 只是他還不夠完備 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用依法行政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本來就必須要落實開放證 再加上我們資訊公開法 那我們資訊公開法定了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論文 那我就簡單開個場 那我想這個只是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們在人事部門 我們經常講到人事資料是不可以Open的 但是當一些比較大的資料會即不是談個資的時候 那我們要Open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剛剛跟唐志偉有分享就是說 我在學校教這個 我們自己在美國學這個東西 也在台灣調教這個東西 Open government絕對是跑不掉的價值 但是我們在行政部門的人 永遠要不斷去務實看到說 在推Open government的時候有哪些風險 不是說因為那個風險就不要 而是說怎麼去想像 如果我在推的時候 我要先知道哪些風險 要怎麼去降低那個最大的風險 那我在政委前面幫門弄斧 下面的時段就交給他了 好 謝謝政委 謝謝理事長 讓我們你熱烈的掌聲歡迎唐志偉委員 謝謝 謝謝 很開心可以來這邊 然後我入閣前其實有事沒事就來這邊教書 然後就是常常一個禮拜來這邊兩三次 所以每次回這邊都很親切 所以就跟我以前教書一樣 就是你有手機的話可以直接連到這個網站 slido.com 然後進了這個網站之後 它會要你輸入一個就是今天的日期801 然後輸入之後你就會到一個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就是任何時候任何人想要問我任何問題 或者是有任何意見想要發表 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部分 它都可以讓你用匿名 或者是自己取一個匿稱的方式做出來 事實上這個系統也可以設定成就你一定要具名 但是每次我教書的時候只要設定要具名 我就收到一些無關痛癢的題目 但是呢只要能夠匿名呢 就是有許多有挑戰性的題目就會出現 所以就是說如果大家沒有帶手機的話也可以請旁邊的朋友 或者是你直接舉手發言或不舉手發言都可以 我們就這個是我一般演講是不會有講稿的 那就是我一開始會把我們之前做的一些工作 用小短片的這個形式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家看了之後如果有任何想問的有任何感受 或者是有任何想法的話就直接放在這個匿名的聊天室裡 那如果你想要問的或你想要分享的 其實上面已經有了 你就按讚就好了 那我要講的題目就會是按照這個上面 按讚的數量最多一路排到最少的這樣一個順序來決定 也就是我的agenda完全是各位來決定的 那如果我放完影片之後 其實上面什麼都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什麼都不做這樣 我們就提早下課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現在上面已經有個朋友寫說武安了 所以不適於什麼都沒有 好 那我們就先放一下我剛剛入閣不久 拍了一部關於開放政府的一部這個賀歲片 然後呢接下來開放政府裡面特別關於連署案的部分 我們有另外一部影片叫做沙威馬 然後在這個之後呢有一段小的對我的訪問 主要就是說我們在座開放政府的時候跟民間溝通的時候 我自己一些個人的看法跟一些心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切換到各位所問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放這個 各位電視機前的爸媽媽 爺爺奶奶 阿公阿媽 弟弟妹妹 祝祝阿姨 大家好 我是唐鳳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拜年 今天呢我們沒有用VR也沒有用3D投影 就是呢跟大家講一下怎麼樣做一道美味的開放年菜 討個好菜討好物 話不多說 讓我們繼續看下熊子 首先呢要做出好菜的第一道工序 不外乎是慎選食材 打好基底 任何在廚房發生的事情都要開放透明 才能夠經得起檢驗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為大家準備了什麼食材 青椒菜 紅蘿蔔 芋頭 羊蔔 童貓 高菜菜 芒蔥 開放制授權 結構化資料 OpenAPI 以及一顆愉快的心 一起來準備這個開放政府大火鍋 我來了喔 跟大家說一下 雖然開放是很重要 但是呢 保障人民的隱私權也是很重要 火鍋的關鍵就在於高湯 高湯呢就是要使用洋蔥 胡蘿蔔 芹菜 一起熬煮來個七七四五個小時 然後最後還要用昆布菜頭來增加高湯的深度 等一下 等一下不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媽媽教我們家煮飯八百年的 這個湯底裡面一定要有 蔥 薑 蒜 辣椒 花椒 要先炒過 再放那個中藥 八角啦 小茴啦 灰皮啦 那些東西 蒸什麼蒸 別再蒸啦 讓線上正在參與公共證 直播的網友來告訴大家 蒸什麼 站在一起做就以平台大火鍋服就行了 笨蛋 他後面有說笨蛋嗎 呵呵呵 嗯 這食材真新鮮 是誰負責的啊 欸 是我 哦 這湯頭真乾純 是誰負責的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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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火鍋最重要的就是沾醬了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上上 呃 沒事 咦 這個素食可以吃嗎 那這個 冒什麼炮糖可以吃嗎 咦 這個 乳糖不耐可以吃嗎 咦 這個 減肥可以吃嗎 咦 這個 減肥可以吃嗎 大家放心 我們火鍋制定的過程 不但從最先起就納入了各界的專業意見 而且呢 在過程裡面也會照顧到 各個不同的利益相關的群體的聲音 只有這樣子才能夠讓全民的腰圍 對不對 幸福指數達到最大值 太好吃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開放的火鍋 食材的料理方式都公開在裡面 參與的關係人都可以盡情的發言 再配合竹子稿的發布 讓外界了解料理的過程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我吃到這麼開放的火鍋 要是我以後吃不到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 不怕吃不到 現在就上PITES.TW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小組的網站 讓大家隨時都能夠更新開放政府的資訊 祝祝大家吉祥如意 紀念新大日 耶耶 那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架構 這個其實在教科書上都有的 就是關於 等一下 就是關於我們怎麼樣把自己做的事情 讓各界比較容易的看得到 但是不只是讓文字能力很好的人看得到 也能夠讓各個不同的品味的朋友們 不管是用視覺的互動的這些數字 這些方式讓大家看得到 然後讓各界能夠參與 那參與之後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參與的東西現在做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有一個定期的 讓大家知道大家意見怎麼樣收納的一個 account 那有這個 account之後呢 我們又可以更進一步把更多東西做到透明 那這個就是在 就是政府跟人民中間的一個連結 就是一個基本想法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會用一個連署案的影片來示範 這個是一個真的存在的連署案 雖然提案人可能是有點搞笑的 他是要提一個叫做沙威馬 沙威馬是一種食物 但是有一陣子在台灣就是有所謂沙威馬之亂 就是在網路上面有謠傳說 沙威馬其實是一種動物 是一隻動物 然後這個他只要不要穿到他中間的什麼沙威馬 他就會一直長肉 然後呢 所以呢 這個一隻長肉 他就是 你可以一直把肉小下來之類的 有一陣子 在網路上鬧得很厲害 所以就有人真的來連署 那這個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 展示我們怎麼樣處理這樣子的 開放政府的一個過程 在網路上鬧得很嚴重 我可以一直把那些動物 在網路上鬧得很嚴重 太殘忍了 在面那些動物 它們會不用負責嗎 我覺得要上網連署 好 动物保护的部分的话 因为牧场里面的畜牧产品 基本上属于经济动物 所以这两个捏物都跟我们会有关 所以我想我们就来担任 举办机关系列车案 经济部人厂商应用的是关系市场的规则 如果发生了一个环境困难的问题 有净价全国公害群情专线 您把你评论都可以评论 希望如果我想确定要我们检查的职把的话 这关检查的细节可以听听我们检查的意见 那一名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烧的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 讨论这个规则有提侦的联络会的PIO 那我们可能就是来做一个协作的工作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来到这位 康康政府联络人的周围 我们看到最近正在烧的这个案子的 提案人连署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还有我们各部会的联络人们 其实都齐聚一趟来这边进行讨论 那虽然这个提案用的是比较情绪性的字眼 我自己也非常关心 弄你保护 但希望我们先能够放开心 拥用联听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经验 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怎么津进政府的作为 大家好 我是莊苑文范瑞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會進行的 流程以及方式 從問題團點為那定義 到這個政策副概念的發展 會議的目的就是說如果閱讀人能夠參與這樣子的演藝 那就越多人會去滿意然後使用這樣的 建設 大家好 我是迪愛人 大家好 我是這個PTT 祝可白鄉民 大家好 我是八卦版鄉民 我是在 与夜市拜沙娃娃党办法 大家好,我是老大部的PO 大家好,我是称呼PO 我是老大部的科长 你们再来便宜的了解沙娃娃兹 一个阿婆的肉类的产品 也大量的使用国产在地的实态 现在有证明出来 大概七个问题 这边已经有中途爬点 解决办法了 有没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我们其实还有提供就业辅导的 这个台湾就业通 会未来再加强在这个 宣导里辅导的一个 假设最后真的有这种 类似沙娃码这种东西 稀有的东西出现的话 是不是有足以足够 去保护这种心理 今天的这个沙娃码的议题是由我们都会来崇拜 那么在各位 客户会的协助之下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就是我们的提案人 现在相关人都出席了 和大家一起讨论 这些问题 那此外呢 经过大家的共识的沟通呢 我们也同着出这些解决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通呢 都会上传到我们的数位法杆上面 都跟今天所有的领会者 能够在 不用需要理议的时候 那可以上班去看看 谢谢 很谢谢大家 在这个星期五 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大家彼此对教练 达到彼此的理解 那这边呢 我们盘店处 以及各部会具体 可以协助的事项之外呢 我也看到说 我们会需要 发护一个新闻到来的澄清 这个现实 所以说 我在星期里的政务会一下 我跟院长 以及其他社会人员 能调论一下 是不是一看新闻传播处 可能用一个微电影的方式 大家一起来 把商量这件事情 跟大家讲清楚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个制度 一开始开始 是从有一个 就是去年年底的一个 国旅卡的联署案开始的 如果大家有人还记得的话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国民旅游卡 被稍微修改成 这个只能用团体旅游的方式 来合销其中一般的费用 那就造成了事务官朋友们的一些不谅解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非常多人到这个联署平台上 然后也非常快的就成案了 就是包含说不要脱离厂商啊 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在当时我们就是组成了这样一个 跨部会的叫做PO 就是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开放政府相关的联络人 那基本概念就是说 每个部会可能已经有国会联络人 那就是这些国会议员 了解到他们关心什么吗 然后呢也有媒体联络人 就是新闻联络人 知道这些主流的媒体 他关心什么 可是像这种出现一个新的利益相关群体的时候 其实你不管说服哪个立法委员 或哪个报纸的主编 其实对于想要国律垮政策进行修改的 这些公务人员来讲 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你必须要去跟这些 实际的利益关系人进行沟通 才有可能有任何帮助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如何要跟这种新兴的自行组织的 不是透过传统的政治动员结构的沟通 就是我们各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主要学习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说 除了国律卡不要脱离厂商 当然后来也改了规则嘛 就是变成了高铁啊 什么也都可以使用 到接下来公务人员组工会 然后其他的一些公务人 还有什么司法警察调度条例之类 其实很多在这个平台上面的 都是以公务员员作为利益关系人 那当然后来我们也处理 最近也处理了像 减枪减金纸的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 或者是恒春那边很需要一个 很需要医院的这个扩建嘛 他们本来希望空行总队去那边 但后来发现 其实那边的医院需要扩建 那院长也很同意这个拨经费下去 然后或者是要有一千家公共幼儿园等等 所有的这些政策都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可以说服几个立委或者说服几家报社 就可以达到沟通的 那必须要跟这些自行组织的朋友们进行沟通 所以这个是这个 就是微电影主要在传达的事情 那我们再放一部短片之后 就会进入大家所提的问题 那这部短片其实它比较personal 它就是不管是在跟公务人员 或是跟其他利益关系人沟通的时候 我自己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 大概是这样 可能被打或者被打破 之前觉得世界是某个样子的 但是反而因为这种受创伤的经验 其实你的心灵必须要去接触到一些 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角落 那接触到之后 如果你又回得来 那这个回得来的过程 就会让你以后碰到其他受苦的朋友 即使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受到歧视 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受到痛苦 你就增加了同意它的能力 你就不是只是在脑内觉得 这个人好可怜 而是说你有一些自己受过类似感受的这个经验 而且你可以分享是怎么样走出来的 然后也能够去跟他一起讨论说 他的情况跟你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不一样 等于是说是在同一个感受上 但是每个人会有不同走出来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各种感觉 都给他一个名字 但当你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最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可以回想 然后就去说 这是当时几岁的时候的什么感觉 那只要给感觉一个名字 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用这些名字来帮助其他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是所谓创成后成长 是一个很重要的 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警觉到说 现在我不平衡 我看到这个 我有一种冲动想要砸电脑 那如果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当然首先不要砸电脑 电脑很贵的 那但是除此之外 就是说也不要把它替代成 就是对别人的攻击 或者要魔化 而是说可能听点音乐 或者是喝杯茶 把自己的身心先安顿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挑有建设性的部分回 那这里的重点其实是 你在回的时候 以后你记得 这样子一个词 或者这样子一个攻击的时候 你联想到的是很芳香的茶 很舒服的音乐 所以说接下来同样的词 就不会再让你想砸电脑了 这种感觉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这样子 我到现在已经可以说 网路上不管看到任何字 可能应该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回过头去指认自己 就是给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创伤也好 是什么 给它取一个名字 是 然后当你可以去为一个东西 为一个伤害也好 或是为一个过往的经历 去命名它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把它 从你身上剥离出去了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有了名字之后 它就单独存在 所以你就可以学着 跟它好好的相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 准备 OK 有四位朋友这个人说午安 等我一下 我把它切换到管理间 好 十个问题 这个十个问题 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四十分钟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好的 四位朋友说午安 好 有一个朋友问说 这个现在政府机关的氛围啊 到底要怎么样激励公务员的士气 尤其是刚刚才说 今年也没有一条心 那四位这个 府院的长官都自我感觉良好 公务员大概也不太敢上 政府的平台去表达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之前 在做联署平台的时候 其实它不需要实名认证 它只需要你的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email的address 你就可以去进行联署 所以其实 就像现在这个slido上面 绝大部分的朋友 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追溯到 它的实际身份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联署平台 公务员的参与率还蛮高的 那大家比较concern的是说 不是每一件公务员关心的事情 都可以动员到五千人 因为除非是像国律卡这种 是所有就是全国公务员都碰到的 不然的话如果是一个比较低趋性的 或者是一个可能只影响 其中一部分公务员的的话 那它比较没有办法像就是 刚才讲的那些议题一样 去引起那么广泛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国律卡案之后 其实这两个问题 我们大概都有处理 一个是说公务员是不是不敢上 政府平台表达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它表达了这个有用 那如果没有用的话 要如何激励公务员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机制正在做 就是公务人员参与政策的一个机制 它叫做internal joint 那为什么叫internal joint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大家都可以联署 然后大家都可以对于法规预告进行讨论 甚至大家还可以对于就是 我们目前正在执行的 包含以前的什么爱台十二件事 总之就是所有的院列管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 包含它的预算执行率啊 开了哪些标案啊等等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民间来讲 就是认识公共服务时还蛮有帮助的 像金门大桥这一案的那个 年累计预算执行率竟然还可以往下掉 不知道要怎么做到 然后所以就有一位朋友问说 这个图是不是有错 虽然它拼字不是很标准 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金门大桥的承办单位 就可以直接上来说 这是因为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所以这个我们重新发布之类 那这样子跟我们一般的所资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因为这个是公开的 所以说在之后就是任何立法委员 或任何人来问类似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把金门大桥这些相关的关键词 打进搜寻引擎 他可以直接来看这一页 所以其实他可以减低事物人非 重复所资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 大家在讨论之后可以有个共同的事实基础 不然的话每一次我到院长行线 或到其他地方去所资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前面的人问了什么 那所以同样的这样子一个就是 提点自重开讲来监督的这个概念 我们在国立卡案之后 就各个部会的PO 一起集思广义办了一个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 我们就通过了一个要点 那这个要点就是希望在政府内部 有一个只有公务人员才能够发表意见 的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这样子的平台 同样的它是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功能 但是它的门槛可能就不是5000 可能是300 那然后它的拘束力可能也可以更高 好比像说 不是我们每个月选三案 而是说更多的案子 它都可以去进行实质的讨论 那大家最关心的两点 一点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不会被秋后算账 那以及就是说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确保它的营运 是独立的是公平的 那一方面就是营运的独立公平 我们的做法是说 我们有一个17人的一个酬飞小组 那这个酬飞小组里面9个人 是由大家自我推荐来产生 然后我们是用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抽签方法 是用内政部的出入性人数 来当做一个乱数的来源 然后我们就是先说 我们会用下个礼拜的这个数字来当做来源 然后用这个来抽奖 像乐透开奖那样子 所以就抽出了就是全国的这个9位公务人员 然后相关的一些机关的代表也在里面 那所以呢这个抽签小组会决定 接下来怎么营运 那这个营运小组就是独立于国发会 也是独立于政委团公司 也是独立于这些其他地方的 那所以说从这个开标案的角度来看 这很有意思就是说 这个得标的厂商它必须要完全服从 这个营运小组而不是开标的 就是国发会管考处的指挥 然后如果大家是希望能够保障匿名 那就是完全要匿名 如果大家希望开发一个技术 是让你追踪不到IP位置 那他们就必须要去应用像Tor Darkweb这种没有办法追踪到IP位置的技术 那总之就是要希望大家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空间 那这个东西这两个礼拜 他们现在正在密集的筹备 那希望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安全的 对内的就是公务人的平台 因为大家刚刚看到这些PO 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不管是办工作方案也好 最忙的其实确实是大家看到的那些 劳动部农委会内政部 衛福部这种面对广大人民对外的 那可是好比像说人事行政总处 或者是像主机部 就是主机总处或者是就是 刚刚讲到的管考啊这些相关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案子 是指令到现实追着他们来的 因为就是这些公务人员的相关的东西 并没有办法那么多的在公开平台上出现 但是等internal join慢慢成型之后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案子 是要需要让对内的朋友们 来进行讨论的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部分 这个确实确实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有系统的能够让这个政务官去实际上 看到第一线的承办在执行上面碰到困难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是道听途说爆料啊 这个这种东西当然都有 可是就是如果你是全匿名的话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匿名性 能像一个匿名性中间有没有一个人格的连续性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internal join也是希望说 他可以有点像法官论坛上面 就是他会有一个连续的人格 虽然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他继续一来一往的去有实质的对话 我觉得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有 就是活在泡泡里面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因为我之前在矽谷的工作就是在帮大型的NGO组织 主要是导入这种就是内部的讨论的系统 所以我觉得还还蛮有希望的啦 只是说我们一开始当然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跳到说 公务员员的公会法要靠这个平台来驱动 因为毕竟那个跟立法院 然后一起跟隔壁院都还是有关系嘛 跟考虚院还是有关系 如果有一些是行政院里面透过函诗 或者是透过法律命令 或者透过一些解释或甚至是一些惯例的检讨 就可以做到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些立案建议的东西是可以做的 那像我们在之前讨论国旅卡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朋友是说国民旅游卡这五个字就是错的 应该叫做强制休假什么不加班什么加班费补偿卡之类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定调 看来跟国民跟旅游的关系都不是很大 那所以关于国民旅游卡要改成什么名字 我们也有一个讨论 然后甚至有朋友说可以叫国民可能不要印在信用卡上 不然我只要拿出来刷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带到旁边那一排去 然后就多多少什么两场 或者说五千块以上才能刷卡之类的 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都是 这些都不用动好法律嘛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 就是实际提出来就做的 那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平台 让大家这样提出来的话 其实从政务官的角度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政府政策对于有组工会的教师和劳工所提出来的建议 像我们全交产啊全交总啊 比较友善 如果他们的名字是叫公会还是叫协会还是叫什么东西 重点还是他要有集体协商权 他要有一定程度的争议权 不然的话不管你名字把它叫做什么 你如果没有劳动三权的话 那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只是换一个门牌而已 那但是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牵涉到组织法 如果要叫公会的话 那当然劳动部要提一个版本 他如果是增强信用的协会的话 那就是要去修公会永远协会法 里面他可以协商的那个范围 那有一些部分甚至是不需要这两个组织形态的 好比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internal join 他甚至可以是国发会以一个要点的方式去进行 所以我们当时还蛮细致的去盘点了 所有这些联署人具体想要的东西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当然可以去那个联署案看 所以我的看法是蛮开放的 然后当时是跟 就是美朱政委当时才刚去劳动部 那他也是持一个蛮开放的见解 那我想这里面有个关键 就是说我们具体解决了哪些问题 这个东西需要让尽可能多人知道 然后也要让立法委员会觉得说 好这是一般人民也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在司法警察条例的 后面那个联署案 其实有蛮多的讨论 就是关于警察跟消防员的那个部分 因为这是跟人民第一线可能是最有接触的 那大家也觉得说他们的工作环境 或工作处境是大家比较看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运动策略上面 无论如何是要先组织起来 然后先组织起来之后 有任何一个部分松动了 那未来就是大家去到三权的进程都会比较顺利 所以我觉得总之就是要组织起来 那因为那个案子 所以当时也有一些网路上的一些公务人员相关的团体 像当然我们就是来西老师之外 还有就是台湾公务人员个性力量联盟 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团体 也都发表了相当多的意见 而且也实质的去谈 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目前的关键还是要找到 这个大家能够有sympathy 就是一般的大众要觉得说这是一件很值得 而且是一件对的事情的那个角度 然后用这个角度去倡议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很棒 然后如果我能够帮忙的地方 所以是让我知道 然后如果现在应推有一些阻力的话 我们试着找一些先绕过这个阻力 然后让大家有实质的团结权 或有实质的协商权的一些平台出来 但这个的目的不是只要摸大家头 说只有到这里就够了 而是说让大家发现说 有组织有团结有协商权 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从本来完全静音 到可能震动 然后到有声音到再沸腾 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 工会的那种做意义的那种组织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政府愿不愿意开放 我觉得这任政府的特性就是说 如果各界都有共识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会随到取权 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安排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各界取得公私 那这是这一届政府的特色 那我觉得我们要善用这个特色 有一个朋友说政策错误造成限电 又要拿公务员下午的时间 只能吹电扇来开刀牺牲 请政务委员直接立案开放讨论 公务员都是乖猫不会叫 对于明显弱势却又缺乏自觉的群体 到底要如何触发讨论跟发声 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就是说其实这个结构 就跟当时国语卡是非常像的 就是说我们有外部压力 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那做点什么最简单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说那公务员就做点什么吧 就是神仙士族嘛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体谅说 这个确实是看起来外面要有动作的一个 最快速的一个反应 它毕竟它不是一个经常性的 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只是一个宣誓性的工作而已 所以我当然很同意大家去开放讨论 我们Internal Join如果做出来的话 其实确实每次像这种东西 我就预期说应该是马上就会有300人 然后就可以开始实施讨论 然后请就是经济部统认之类 透过直播或制造的主自搞的方式 跟各方去沟通 那但是因为我们Internal Join 现在还在第一次筹备会 所以这次可能来不及了 但是也许一两个月后 新的议题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讨论 那所以我这边想要讲就是说 所谓观光不会叫 当然就是说往内大家怕秋后算账 往外大家怕就是 就是基本上这个学理上很简单嘛 就是所谓的blame avoidance 就是说如果发生事情了 那又没有一个长官可以出来说 这个反正发生风险都我单 然后有credit大家分 有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blame avoidance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结构的话 那其实任何第一个做的人就是帮其他人 就是帮猫挂铃铛嘛 就是别人可能是确实有所帮助 他自己就被吃掉了 这种事情也是常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猫还是老鼠 我觉得大家并不是没有自觉的 相反的可能是太有自觉了 就是就是脑里对于那个风险的上限的那个判断 非常的敏感 然后尤其是像我自己进来之后 接触的一些案子里面 关于好比较独立的可能性 那个风险其实是无限大的 所以如果你的几率这个小 小到不管多小啊 你乘上去还是觉得是无限大 那就不会做了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充满这样子的制度 所以我这边至少能够做的就是 好比较透过Internal Join这样子的平台 大家在发表的时候 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就是昵称 就是匿名性 那至少他这个blame 是不会回到特定的公务同仁身上 那如果真的爆炸了 或出什么问题的话 那反正都是我单嘛 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说我们还是要更改 这个blame assignment 就是谁去take外面的blame的这样子一种规划方式 而不是说都是让专业的事务官 就是在第一线去好像夹在人民跟政务官中间 我觉得那种是不是很健康的 这个是在沟通上也许可以这样沟通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主责的就是政务同仁 还是要负起主要的政治责任 那我想这个就是主要的想法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的PO network 就每个部会的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我们当时在开这个job description的时候 是希望他是检任所有的专业的文官 就是因为说我们不希望说他好不容易 累积了一些团队 或者一些跟民间社会的一些连带 但是因为他是基要人民 或他是月聘人民 所以这个东西留不在他的部会里面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有一个很完整的 就是常任的 但是又能够跟里面组织 跟外面串联 这样子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也是刚才我跟盛德基老师说 可能要花20年培养 但是他比我这个乐观很多 他觉得10年就够了 大概是这样 有一位叫做我的朋友 说总处学起来吧 先开人事系统的这个开放的讨论系统 政策不要闭门造句 那这位是希望可以开门造句 确实是这样 我们自己 像我自己主办的会议 我主持的或者是我给演讲的这些 基本上都是以开放为原则 那以开放为原则 我是做到一个叫做激进式透明的一个程度 就是如果到我们PITIS网站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看到 从我入阁以来的每一天 我做了什么事情 开了什么会议 然后这个开的会议 不是各位熟悉的就是 谁出席主席才是 什么这个东西 不是这样 这些东西是可以替代录音的那个程度 就是每个人每一个字 讲了什么话 所有的简报 所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施老师所说的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如果在做这种逐字记录 而且是拟稿阶段的主字记录 这个完全没有提出来 那这样子大家最害怕的就是 中间一小段被断章起义 或者是录音流出五秒钟 然后明天就上头版了 到底要怎么办呢 这样 那所以我们的开放的原则是这样 就是说 首先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被怎么记 有人不在意全名就会写全名 但如果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机关的代表 他可以直接直接写他的机关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记录下来之后 大家在当天拿到这个逐字稿 其实是在一个共同编辑的 有点像Google Doc的这个系统上 那这个是我们在院里院子安处 认证过的一个安全的系统 所以在这个不会被打进来的这个系统里面 大家都可以修改彼此的发言 可以修改10个工作天 就是14天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说中间有任何一句话 你觉得出去会有政治风险 你可以把它拿掉 改变成一个比较没有政治风险的字 那如果讲的时候觉得讲太快了 那需要有一些补充的话 也可以随时贴网页的链接来补充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出来这样一套东西之后 我们对外面的利益关系的人 我们通常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accountability的一个页面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说 好不好这是我进来用这个原则做的第一案 就是电子竞技案 那我们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基本认定 因为电子竞技三个部会 当时都不愿意管嘛 就是管体育的觉得它是一个才艺官 才艺的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产业官 产业的觉得它是一个体育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找到主板部会 那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三个都有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协调 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把选手们的想法 学业仪政这些东西 都用逐次稿的方式公开出来 然后每一次公开一份之后 我们就会有很多外面的利益相关人说 我看了你们的这个协调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危机选手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或职安选手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等等 所以我们每一次这样开完之后 各机关就会补充他们有14天的时间 那补充完之后我就会做一个总结 说我们这场会以解决的哪两项 还有哪一项待解决的 还有哪一项要开什么会 所以从外面看起来 它就不是好像单个单个的新闻发布 从这个政策履历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为电竞选手争取 相当于围棋选手 但是也没有更多的这个平权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我觉得就不是一次两次的开会 变得比较有效率 而是说大家对这整个政策来容去莫 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个连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开门造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甚至要造的是无人车 还是飞机还是什么东西 都不确定的情况下 就先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再慢慢的去收集大家的意见 大概是这样 有个朋友说开放政府 虽然大家都会说非常重要 但是当面对本身的业务要做相当强度的开放时 总是要以资料保护为借口 或政府不可能面对可能错而过多的课责 当时机关或人质开放政府有意不前 那他这位想请教说 现阶段有无具体的规划和对策 让每个机关至少都必须开放的底线 对开放政府做出可行的贡献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是 就是 我是有一个政治理念 就是anarchist 那anarchist其实是 这样子就是我不会下命令 然后但是我也不接受命令 所以我是用这种很奇怪的方式 在政府里面服务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绝对不会要求这些PU们 一定要像 就是之前做开放资料一样 每一个部会一定要 胜出36笔开放资料来 完全没有这种KPI式的东西 我其实不相信KPI 好 所以至少没有量化的KPI 直化的我们可以讨论 所以它必定是有外因有内因的 那外因其实刚才已经讲得非常多了 就是民间不了解 民间有误解 民间会上街 或者马路或网路抗议等等 那些当然都是外因 就是大家一定要我们讲得更清楚 那我当然是可以开发出一些系统的 让大家只需要解释一遍 而不需要解释一遍又一遍 然后每一次都还被断章取逆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外部压力 我也是觉得说 我们还是有内因的 这个内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本身的 这个意义或价值 我们可以更被社会看重 那这个并不是唱搞调 其实我们在国际上面看 不管做参与时预算 或是做其他的这种 让民间有体安全 然后事务官司帮助民间看到 他的可行性分析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种结构 其实民间都会觉得说 原来事务员员真的是很专业 我本来只是就是 天马行动的一个想法 他可以帮我落实成 具体可行的想法 那这个对 就是事务官这个工作本身的价值 在任何有引进这样子系统的国家 其实都是正面的 那但是我们在这里 特别要做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不能类似 这个大家的工作 所以这些东西 是我像之前在十二年国教科法会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资料治理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往内要求的 这个是我们希望 当我们越来越信任人民 人民这边就会自然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是数学政委 所以我做的就是一些工具 然后一些平台 然后一些技术 那这些技术做的做法呢 就是让大家在跨部会的 像刚刚有非常多跨部会的协商的时候 能够一下子不会觉得说 我在这边讲错一句话 我这边就要担到全部的责任 不是这样 而是说可以开放 大家要思考和合作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让大家看到决策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充分的让大家看到之后 才有参与的可能性 有这个我们才能够讲到最基本的 就是所谓的透明 那台湾这边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的公民参与 对于有系统的克责 甚至对于就是照顾到各种不同的 任职模式的朋友们的这些东西 这个都还在起步 我们事实上真的只有还在这里而已 所以我绝对不会是说 我们这个开放政府已经做得多好了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只是我们把刚才施老师提到行政程序法 咨询公开法 里面的一些我们本来就必须主动公开 依法主动公开的部分 让它做到是大家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 就自然的公开 而且不会有额外的风险 所以我们只是做到这部分而已 就是所谓的行政数位化 至于在政府资料开放的法令里面 有一些是需要权衡的 它比方说个人资料的隐私 跟公共利益的权衡 我们目前也跟上一院政府不一样 我们完全是在个人隐私这边 我们的个资跟开放资料是不重叠的 以前是会化成重叠的 这个巨量资料 个人资料 开放资料 是一个文字图 是有互相重叠 但我们现在画的时候 就会是开放资料 巨量资料 然后个人资料 各自跟开放资料是不重叠的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任的一个具体想法 那另外一个具体想法 就是说同样的在拟稿阶段的这个公开 也是资讯公开法里面说 你核定之前的东西以不公开为原则 但是以公共利益为必要者得公开之 那我自己一进来 我就是跟院长说 不要让我看国家机密 所有密件到我这边马上就到别人手上 我是密件完全不看的 那理论上就是我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都可以在拟稿阶段进行公开 但是同样的 我并没有要命令别人 我也没有要影响各位 所以说这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实验 那仅限于我主持的会议 跟我收到的公文 但是如果就是任何其他朋友 觉得这一套 当我把它试到这个风险也很小 也没有什么成本 都是免费问题之后 大家就说某些特定的案子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做看的话 那就是非常欢迎来找我 但是在此之前我绝对不会说 你也要你搞阶段公开没有这种事情 同样的我们是把公务人员的隐私 是放在最重要的 而不是把它当做公共利益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的安娜其实是非常conservative 如果不是大家自己觉得说 对于降低自己的工作的成本 或者是减低自己的政治风险 有帮助的话 那我这一套就是参考就好 就当做看电影就好 好大概是这样 下一位朋友是说 政府要求公务人员苦民所苦 提供优质服务 但是政府要这个如何 同理公务人员的感受 我觉得同理就是公务人员的感受 它并没有解禁了 就是说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希望是 像我透过每个星期 跟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相处 或者是我们透过每一个案子 像恒春那边一连数 我就实际去洪春 然后跟他们那边的就是部里的医院 跟那边的消防局 跟那边的朋友们去实际一起度过 就是一段时间 我觉得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没有别的方式 因为毕竟大家必须要有相同的主观经验 才能够讨论各自的感受 那像我接下来会负责社会企业 那我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会每个礼拜三去空总的社会企业那边 跟大家互动 然后每个礼拜去去巡会 在南部办公室、东部办公室、中部办公室 然后用这些方式去跟当地的社企朋友互动 我觉得如果没有第一手经验的话 大概没有办法同理 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也在开发一些技术 主要是用零二 是能够让 好比像说某一个农业的社会企业 他是在做农村栽生 他帮有一些困难 他可以就是好像 我们之前在有一个联署案的时候 是机车两线道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两段式左转 为什么不能直接左转的人 就要到左边去转了 的那个联署案 那那个联署案很有帮助的就是 来的提案人 他在帽子上面用类似GoPro的这种 第一人称的摄影机 实际拆下了他在快速道路 在两线道、在三线道 用各种不同方式左转的第一手的视角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转 然后好像每个人都跟着他 开了一阵子机车这样 然后在那个之后 讨论品质就大幅的升高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一些题目 像最近就是已经炒了一阵子的 就是全台湾的轨道建设 我们当然可以去用一些数位的一些方式 像去领域的朋友 就有画一些地图嘛 把各个图层把它叠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看到轨道建设 到底是在建设什么东西 但是毕竟就是说我们对着一个平板的玻璃 然后去看这些东西 其实它还是隔着一层 你还是不知道每一个地方 就是在建成了之后 它的就是通勤的方便的程度啊 这些感受是什么 但是至少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研发更多的 不是平面的 而是立体的这样子的方式 那就让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感受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看有一个技术 叫做CityScope 它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看一下有没有放在这边 不到三分钟 看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个的VR版本 它就是让每次要发生建设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尺度的建设 可以让当地的利益关系人 用乐高去模拟它 然后上面有一个camera 有一个摄影机会偵测乐高实际在的地方 然后会运算出 刚刚我秀给他在二体上面看的 这种通勤需要的时间啊 或者是污染程度啊 反正你要算什么都可以 然后他会用上面的这个通勤机 再投下来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实际的讨论建筑师的 第一案 第二案 第三案 然后试着说 我们如果把这边往右边再 就是变成两线道 变成三线道 变成四线道 会怎么样呢 然后大家就可以围着这个去 进行实质的讨论 当然这个的问题是说 大家都得到同一个地方 才能够围着这个桌子来进行讨论 那我们现在开发的就是 可以大家在各个不同的点 可能三四个不同的点 但是都有一个随时同步的 这样子一个悬念桌子来进行讨论 那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当地的生活经验了 你当然可以带一个VR 然后进去里面 模拟实际看到这个感受 但是它毕竟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用这个来取代当地的智慧 而是说 在实际在当地讨论的时候 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在台北的朋友 比较能够进入他们的讨论 然后比较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他们在说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也是在跟 包含微软在内的一些国际的朋友们 一起做的合作 大概是这样子的技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广泛性的同理的一些工具 那但是不是特定的说是 同理某些公务人员 或同理某些地方的民众 而是说当这个容易使用 然后便宜到一个程度 它可以广泛的来 同理大家的感觉 那同样的也是即将 好像快进我们的 另外一个朋友 正在连发一个 叫做卡片游戏 就是桌面游戏 然后就让大家来扮演 这个公务人员 或你也可以扮演 这个可怜的厂商 然后或者你可以扮演 这个整个采购流程里面的 各个不同的朋友 然后大家就会实际模拟 就是为什么这个在公务体系里面 常常要下一些很困难的决策 等等 所以就是说我想 这一代的年轻人 有很多方式来造成同理 不管是用互动的 游戏的数位的 或其他的方式 我们很乐意贡献 这样子的技术 在年金改革之后 退休的公务员的怒 还有限职人员的不安 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两个是 直接是相关的 就是说年金改革 它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版本 然后已经有一个试算器 可这个试算器 大家算完之后 毕竟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数字 尤其是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虽然也有直播 也有会议等等 但是确实大家好像 比较能够收敛的是 事实的部分 就是到大家到最后 算出来的公式 可能没有差很多 可是感受的部分 确实是这一次 就是连续 举办了那么多场会议 感觉好像并不是收敛 而是越来越发散了 那我想怎么样 在讨论过程里面 照顾到彼此的感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是这一件事情 结束之后 好像这件事情 就不该再讨论了 一方面 现在的版本本来也说 过了几年之后 就是它有一个 重新检讨的一个空间 那二方面也是说 随着年金改革会 我们也有学到一些事情 在好比当时 司法改革会议上面 我们就开始 比较引入了一些 就是有收敛感受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继续精进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希望在接下来 就是如果大家有具体 这个很不平的部分的话 那可以在Internal Join上面提出来 然后我们就来安排 比较能够对焦的对于感受 去进行处理的 因为我是觉得说 可能五个人十个人坐下来 然后好好的花一天 到大家都真的能够 彼此同意彼此的感觉 这个能力我们还是有的 但是我们之前 比较缺乏一个习惯 就是说 把这个过程 透过不管是直播主子稿 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 就是新制图的这些方式 让别的 甚至只是看直播 或回来看节目的朋友 也能够进入这个 互相彼此 逐渐同意的这个氛围里面 那这个甚至很用不到VR 那我是觉得说 因为之前我们在占领的时候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对于服务貿易协定的感受 慢慢的凝结嘛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未来就是对于公务人员 觉得重要的主题 也应该是要用相同的方式 而不是觉得说 好像最后排版定案之后 接下来就不用谈了 这样子 就是老子说 大院之后必有余愿 这个余愿是我们可以处理的 尤其是在 其实就是事实的部分都确认之后 感受事实上 理论上是更容易处理的才对 对 有一个知识分享人问说 人事知识如何运用资讯分享跟传承 然后进一步整合各部会的人事知识 来创造出人事知识的分享平台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大家要在面对面的情况下 然后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培养出对彼此的了解 因为我们再多的网路上的平台 如果你事前不知道这个人讲话的时候 他的样子是什么的话 其实在脑里是非常容易脑补的 那虽然脑补很补 但是其实往往没有办法补出 应该有意义的对话来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定期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件事情 这个仍然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试着采行的方向去说 在这样子的聚会之后 在线上还是有 不管是比较封闭的LINE群租 或是比较开放的 这种联系的平台 是要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我上次谈到一半的东西回来之后 还可以找到同样的人 然后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去讨论 那建立这样的互信之后 才会有我刚才讲的更进一步的 就是透过共笔 或者是像我们PO会一起写一本 这个PO手册 po.pds.tw 大家把自己就是最关心的部分 可能每个月都提出 因为知道每个月都会见得到 然后随着他就会提出一些难处 要怎么做公式行程 要怎么样做服务政策执行 所有这些部分 大家慢慢慢慢好像是一起写一本很大的书的感觉 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不管接下来是哪些人来担任这个角色 他可以进入就是这个公式拟结的过程 而不是只是好像是由上而下的 就是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 而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大家一起编辑的 所以大家一起编辑某一本书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氛围 它不一定要是真的一本书 有位朋友说 已在公民参与平台成案 但是过了六十天政府就会说 对不起空庆总队真的没有飞机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注点在恒春 但是我们会神圣言以这个 在就是中期或未来注点恒春的可能性 如果你接到是这样子一个回复那怎么办 我当然有几个建议 一个是说有的时候政府的回复 它并不是完全说死了 就是说永远不做 而它会提出一些替代方案 像恒春案提代方案 就是把那个医疗大楼建好 然后让就是重症的饮食愿意留在那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也不算是诉求不完成 它只是说用了另外别的方式 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那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个是最强劲的 好比像说之前对交通部的一些案子 交通部都是说 可是我们机车白皮书都已经写了 现在是各地方政府的权责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挑 柿子比较软的 一些地方政府去进行Petition 因为其实中文平台 也不是只有在行政院而已 事实上这套系统已经快要统一五院了 就是各个院的朋友们 接下来立法院的也会有自己的联署平台 台北市的iVoting的提案部分 事实上是在这边来进行的 然后南投县 然后包含审计啊 所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 其实都开始运用这样一套系统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地方政府还没有达成 或者是还没有用这样一套系统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用这个网站 你用很多类似的 即使是Facebook也可以去进行这套系统 像我妈最近刚选上她的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主委 她就在各样小的尺度 但是用完全一套一样的这样一套系统 去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 可是在这种小的范围里面 其实反而是很work 那当她很work的时候 她就可以去建议她的区政府 或她的市政府 说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来讨论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中央这个 它是一个存在式的一个证明 就是说可以想讨论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事情要解决 还是要回到比较小的尺度里面 然后用这个比较由下而上的 比较深耸的方式去进行拉比 那这样子的话 等到这个组织能量 就是蓄积到一个程度了 再回头来跟中央要求的话 我觉得它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升 毕竟这个一个案子 你还是可以过一段时间之后另外提的 那国立卡事情 我问说年金改革是否通过政府平台 是不是也可以改成比较和情和业的内容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要点 一开始颁布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急于就是年改会 然后那当然行政里面有一个年改办 可是在当时就是说这个提案的承接机关 其实只有部会 而不是院办或院处 那我们为了这个 其实是有修改那个要点 所以修改完之后 现在它是可以以院办或院处 作为就是承接的单位 所以本来是不行的 本来在众议平台上面有很多问题 年金的案子都是 但是都是因为要点 当时还没有改而驳回掉 那现在我们是要点是改了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很具体的意见的话 现在提应应该是不会被驳回的 有位朋友问说台风的放假 要如何宣导跟如何放假 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这次台风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去把就是 以前防救灾的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只有就是只有实际住在那个点的朋友们可以看 但是我们这次就是跟之前的菜家看板一样 就是把决策者看的东西 变成是一般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哪里断水啊 哪里断电啊 然后哪里这个有停化啊 所以我们其实水电的问题 已经差不多也解决了嘛 我们现在就剩一些小部分的公务的道路中断等等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在特别预算里面的民生公共物联网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把即时讯息都放上来 然后让大家更容易的去进行判断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其实民间进行这种判断的能力 并不亚于政府 之前其实大家取得的资料 并没有信下去那么多 所以我们越即时的把这种 其实跟各自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东西放出去 越有可能让各界的高手一起来组成一个 比较好的预测的模型 那等到这个模型出现之后 其实就是停班停课 不管是做怎么样的决定 至少是在大家都同意的一个模型 底下做出来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民怨就会比较少 好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五票以下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想要进一步的询问的话 其实我们在PITIS的网站上面 右上角有个Who we are 然后大家按我们每一个同事的这个头像 都可以进入这个问答的界面 所以就很欢迎问我 或者问我的其他的同事们任何问题 像有人就问就是 是不是过度依赖微软之类 我都尽可能的在二四小时之内回答 好那今天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太阳光众委员 要我们带第六页掌声 地益堂众委员精裁的演讲 谢谢大家